提到越南可能很多人都会嗤之以鼻 它属于中国的邻国 在历史上还是中国的一部分 但是一直以来越南都喜欢和中国作对 什么都喜欢和中国比 但其实不管是体量还是国力 都远远不如中国 但越南这个国家确实不容小觑 最近又有这样的一个消息 那就是越南人都为之骄傲的物品 却在我们国家屡屡喷病 不少网友看到后都忍不住地表示 这样做就对了 按理说两国属于邻国 当地人应该对我们国家人非常友好才是 但没想到现实竟然如此残酷 一些越南的商贩 看到中国人强大的消费能力后 就开始使坏了 比如同样的物品 卖给别的国家是正常价格 如果卖给我我国的游客 那价格就会非常高 经常性的坐地提价 他们的这种行为很快就被曝光了 莫得不让我国游客有点心寒 渐渐的越来越多的人 都不会去越南旅游玩耍了 现在又到了越南食物收获的时候 比如那些粮食水果 还有大量的海鲜产品 都是越南非常骄傲的物品 原本他们还指望可以在中国盈利一些 但是被发现之后就开始屡屡喷蔽 越南就开始希望中国可以回心转